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什么事情 这就是叙述啊 对不对 因为他的这些语言就告诉我们 作者在这里用的是讲故事的叙述的题材 诗歌呢 约伯一开口讲话 诅咒自己的生日就开始了 并排的句子 对比的句子就开始了 愿那天 愿那日 愿那个时称 希望我怎么样 那这些话语就是并排出现的这种句子 几乎都在表达同样的一个思想 但是呢 他用各种不同的形象和语言 来表达他对自己生日的那个诅咒 那这就是诗歌啦 是吧 可以吗 其实这个很简单 那可能在大家阅读四高圣经的时候 四高圣经的这个叙述和诗歌没有分开 但是好消息是你们做的这个做得很棒啊 诗歌和叙述就分开了 你看到叙述的时候就是叙述题材 你看到这个诗歌的时候 就并排的诗歌的那个题材 就看到了 好吧 这个是很好的啊 这个我第一次刚看到的时候 哇 了不起 因为他按照那个基本上都按照对应的那个 按体材都给都给调好了 拉上 又打开 又拉上 好 地上 天上 地上 天上 这样用场景交换的这样的写作特点 所以他用一个非常形象 相当戏剧化的方式 来向我们塑造了约伯这个人 我们就在约伯传的一二章里边 碰到了这个约伯 好 那这个约伯是一个什么人呢 约伯传的前两章又用了另外一个我们提到的写作特点 什么写作特点 他是一个约伯传的作者告诉我们 后来天主又再次肯定 约伯传作者所说的话 约伯是一个十全十美生性正直 敬畏天主远避邪恶的人 那这种约伯的正是他这么好的一个人 我们读者知道 但是约伯自己没有我们读者所有的这种确信 对不对 那这是一种什么写作手法 提升 提升读者 reader elevation 提升读者 就是说读者知道 剧中人物不知道的事情 这个在圣经里很典型 或者reader elevation 或者其中的character elevation 就他们处在一个更高的 对故事的发展有更深的认知 那就是这样的一种方法 好 在这里我们碰到的约伯形象 是一个什么样的约伯 又有十全十美生性正直 敬畏天主远离邪恶 那约伯经历了这些痛苦以后 约伯的反应是什么呢 非常的忍耐顺服 所以我们碰到了一个patient约伯 对不对 那撒旦的问题 就是他向天主提出的这个挑战 就成为我们以后要研究 包括在诗歌的题材 从约伯传的第三章开始 我们要研究约伯传 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那撒旦提出的问题 他的主要的核心在哪里 想一想撒旦说的话就行了 约伯敬畏天主 哪里是无缘无故的呢 换句话说 因为约伯是我们每一个人 天下有人敬畏天主 是一无所求 无缘无故的吗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啊 有吗 有还是没有 真的 有还是没有 那我们先不要看这些历史上的圣人 我们看约伯 约伯的反应就告诉读者 天下有没有人 有没有可能 一个人真的敬畏天主 是无缘无故 一无所求的 有吗 有 天下真的会有人敬畏天主 无缘无故 一无所求 连甚至内在的这种 这种内心的 希望要保护自己的子女 希望自己的家人平安 连这样的渴望都没有吗 不可能 所以每次当大家阅读圣经的时候 这个问题 it's always a tricky question 然后我们在回答的时候 常常要知道 他有又没有 没有 有又没有 always a yes and no 他不是一个simple 一个是 有 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没有 他既有他有的层面 又有他没有的层面 这都是我们后边要探寻的 我们要真的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和自己和天主交谈的 有又没有 没有又有 他两者都有 你说什么也不对 两者必须都要把握住 好 那这就是我们在看 约伯传前言的时候 撒旦这个问题的 他是有很深的 那个意思在里边 真的天下会有人 或者没有人 敬畏天主 一无所求吗 那这就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 后边我们还会探索 好 那约伯的这样的一种完善 我们提到了 他的表力如一 他的坦荡 他的streetforwardness 那他的这一切 就在当他没有从心里 从外边 真的接受了天主 在他生命中安排的一切 那最后约伯妻子的那句话 你现在还不如放弃你的完善 诅咒天主死了算了 这给我们所有的读者 带来了一个人 究竟要维护保持什么样的完善 是这种宗教传统要求的 外在行为的完善 还是一个人真的可以进到 自己的内心深处 向天主表达自己心里 那些负面的感受 愤怒 愤怒 不满 抱怨 我们有没有这个权利啊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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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如果没有这个权利的话 约伯传就到此结束就好了 不用有第三章了 所以在第三章里 当约伯的朋友们 陪伴着约伯七天七夜之后 约伯开口诅咒自己的生日 那他的这个诅咒就是我们今天上午提到的最后一点 这个诅咒就正好和他所用的语言 他这个语句的这个次序就正好和 哪里 对对对 和伊利米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那他对生日的诅咒的主要因素和伊利米亚很相似 那他所用的语言 愿我出生的 Let it be Today let it be darkness 那这样的一个句式就正好回应了 哪里 创世纪里边 天主说 Let there be light 那正好和创世纪的这样的语句是对应的 呼应的 所以等于说约伯对自己生日的诅咒 就意味着约伯愿意在他自己的生命里边 移走拿走 erase 天主在他生命中所有的这些创造 我出生还不如 我不出生的好 就是这样一种非常强烈的这样的一个渴望 这是我们在第三章看到的约伯 那这样的约伯也正好是约伯的妻子最后向他说的 难道你还维持你之前所说的这些 千敬的话语 这些忍耐的约伯 你只是这样吗 你就不如真的表达你内心深处的最深的情感 我们在第三章诗歌题才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 从前言里边的这样的一个忍耐的约伯 我们看到了愤怒的约伯 这是第三章 当一个人像约伯一样 经历了如此多的痛苦之后 一个人要真的想慢慢慢慢的继续有勇气面对以后的生命 那对一个受苦者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大家做过学过一些postural care或者说有CPE的经验 你都可以知道是什么 对一个经历了很深痛苦的人 他能够走出痛苦非常关键的一点是什么 什么 希望 安慰吗 是什么 那我不能接受怎么办 像约伯 约伯之前接受了 但第三章说 我怎么能够接受这些呢 如果他真的那么爱他的这些孩子们 他怎么能够很快的迅速的接受他的生活有如此巨大的转变呢 如果不说他拥有的那些财产 我们只说他失去的这些子女 他爱天主要胜过爱他的那些子女 是吗 他爱天主胜过爱他的子女 可能吗 是吗 会吗 我们常常把人间之爱和对天主之爱对立开来 大家以后在考虑这个的时候 尝试着尝试着 我自己尝尝跟我自己谈 尝试着让我们把人间之爱全部放在天主的大爱里 看看那又是一个什么感受 我们对我们周围朋友亲戚家人的爱 就是我们对天主之爱的具体表达 我们这样想好不好 所以约伯在这种背景之下 他失去的子女自然而然让他寝食难安 你可以想到除了他的这个皮肤病以外 他不得不用瓦片刮身 除了这个以外 他内在的痛苦远大于他外表所受的痛苦 对吧 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一个人在经历了这么大的痛苦之后 他要真的能够以后继续面对生活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他能够用语言去表达他真实的感受 put it into words 这是一个必须的必要的行动 所以约伯在第三章里尝试着这么做 尽管他的语言非常的强烈 他的语言可能即使那么强烈 约伯自己也觉得词不达意 他说了但是他的感受比他表达的更深 更多更难以他即使说了 他也无法释怀 他内在有很大很多的东西想要表达 他只不过把其中的一点点变成了文字而已 那这不是发泄吗 发泄又怎么不好呢 我没说发泄不好 我就说发泄能让他一种 得到一种心理的安慰 一种心理的平衡 可能他也需要这种发泄 约伯在这里 大家就说无论他怎么样 那我们看到在约伯的朋友们和约伯 就是静静地待了七天七夜以后 对不对 那后边这就是约伯的这个 对自己生日的诅咒 是吧 那这样的一个 无论约伯这么做是什么 我们叫他什么也好 我们叫他抱怨 我们叫他诅咒生日 我们叫他发泄 我们叫他这是愤怒的这种爆发 我们怎么说也好 此时此刻的约伯就是这个样子 他就最需要这个 是吧 那暂且我们现在这样看 好不好 好那这就是约伯伯的第三章 第三章我知道你们脑子里现在有很多的问题 约伯的朋友们一样 有他们听到了约伯如此强烈的语言 那我们就看一下 约伯说了这么多 我们在第三章还需要注意一下最后的一部分 约伯讲了那么多 他讲了他说诅咒自己的生日 但他谈到的就是这些什么 对自己生日的诅咒或怎么样 他其实用这么强烈的语言 我们看到他的一点情绪 但是呢 他的内心里边到底还想了什么 我们只能窥探其中一点点 我们没有办法走入约伯真正的内心世界 去了解 经历了这么多的灾难的约伯 会 他的感受 他的情绪 他真实的感觉会是什么 约伯自己 读者 很难用具体的这种语言 准确的能够表达约伯此时的感受 那约伯自己也是 如果大家看第三章的二十六节 就第三章的最后一节 第三章的二十六节 大家看到是什么 我没有安宁也没有平静 没有平静 得不到休息 而只有烦恼 我没有安宁也没有平静 得不到休息 而只有烦恼 那这一节的几句话 在希伯来文原文里边很有意思 就跟我们形容之前的 这个他的原文里边 有我们在翻译当中读不出来的一些意思 第一个 我没有和平 和平这个词 在希伯来原文里边是 Shalom Shalom 大家知道Shalom是什么意思 Shalom在希伯来原文里边 是什么意思 一种平安 这个平安不是普通的一个平安 因为耶路撒冷就是一个和平之城 和平之城 它是一个The City of Shalom 耶 Shalom 后边 耶路撒冷 所以它就是一个和平之城 那和平这个词Shalom 在希伯来文里边不同于我们所说的和平 或者英语里边谈的Peace 这个和平指的是什么呢 那现在希伯来文里边 如果你跟别人问好的话 说Hello 他不会说别的 他说Shalom 然后呢 说再见的话 希伯这个以色列人现在也喜欢说Shalom 所以他们Shalom 对他们来讲 不是一种单纯的 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就叫平安 这不是Shalom的这个内在的意思 Shalom是一个更广阔的一个意思 就是说人有着身体的外在的和内在的平安 那这不仅仅是指的一种心灵的平安 也包括了身体的平安 Well-being 这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福指 它既有灵性的又有身体的 而且包括不仅是Physical Spiritual 而且是Psycho 这种的Shalom合一整合 所以Shalom它涵盖了我们人存在的身体 心灵 心理这些层面 那约伯现在说 无在我存在的任何的任何的 你在哪儿讲 我没有和平 我的身体没有 我的心理没有 我的内战 哪里都没有 所以这是一个更强的一种否定 不仅仅在说 我没有 普通人所讲的平安 可以吗 好 这第一个 约伯说的 我没有和平 第二个 我没有平静 它那个平静呢 在希伯来文里边 Shacket Shacket 是什么样 就是Quiet Being quiet 对不对 大家要避静的话 你需要一个 安静的地方 是吧 有一个 有一个你可以真的找到平静的地方 那第二个 那第二个 这就是约伯所说的 我没有这种平静 他找不到这样一刻 或者这样的一个地方 或者一个角落 他能够体会到自己内在的平静 没有 Couldn't be quiet 因为他的身体不允许他 想一想他生的皮肤病 对吧 他的心理不允许他 因为刚刚他失去了他爱的子女 包括其他的 那他的心理可能有更深的对天主的疑问 这些让他没有办法平静 那这是约伯讲第二个意思 他没有休息 他不能休息 夜间不能入睡 白天得不到片刻的安静 那不能休息 Couldn't sleep 然后呢 后边说 烦恼不断的来到 我们中文怎么说呢 只有烦恼 而只有烦恼 那他的西伯来语言文里边 就是烦恼前边加了一个动词的imperfect 未完成式动词 这个西伯来文里边的未完成式 是非常特别的西伯来语法里边的一个动词形式 什么是未完成式呢 未完成式就是英文里边的进行式加将来式 一般的翻译成什么呢 Something continuously 在发生的 它不仅有现在进行的意思 它也包括将来的意思 约伯说 我只有烦恼 就是烦恼持续不断的来到 这个烦恼 这个英文是怎么说的 trouble has come for trouble has come 不是trouble has come 是trouble is coming trouble will be coming continuously coming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他的西伯来语里边 对 所以约伯在最后的这一句话里 就非常形象地表达了约伯当时 相当形象地表达出约伯当时的这种状态 他找不到内在外在的这种和平 他没有任何的一点福气可言 他夜间不能入睡 他的心灵不让他安息 他体验到的就是烦恼 持续不断地攻击了他 这就是约伯最后这句话 非常形象地表达了约伯的内在外在的这种状态 好 现在大家可以带着自己的这种感受 看一看约伯的朋友们的反应是什么 约伯诅咒了自己的生日 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自己的状态之后 他的朋友们听到约伯这样强烈的话语 和约伯对自己状态的描写 他的朋友们的反应是什么 用责备来的 责备 为什么他们需要责备约伯呢 他们听到约伯这些话以后 我不晓得你们什么感觉 听到约伯的我们刚才对约伯第三章的这样的描述之后 大家什么感觉 约伯你怎么会这样呢 有没有这个感觉呢 他的朋友听到约伯这样的话的时候 他们一部分震惊了 为什么震惊了 因为这么一这样的一个一人约伯口里头发出了 在他口中讲出了如此强烈的话语 他诅咒自己的生辰 他没有诅咒天主 但是诅咒自己的生命 这在犹太传统里边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诅咒 人人不会去诅咒神的 这个可能性极小极小 除非这个人真的不想活了 约伯虽然他没有诅咒天主 但是他对自己生日的诅咒 已经是他们能想到的最最严重的一种诅咒了 诅咒我的生命 我生在世上还不如我没有出生 这是一种对天主创造的 他的语言是对天主创造的一个直接的否定 那你的这个创造还不如不存在 还不如没有发生 所以这样的一种语言让约伯的朋友们 整个的几个朋友全部都震惊了 那他们震惊之后 努力的要怎么样 要劝解约伯 劝解约伯干什么呀 对好 劝解约伯 劝解约伯 接受现在天主给你安排的 上主安排的这一切 继续怀着希望 面对生活 对不对 好 那朋友们的这个愿望 大家可以看得出 大家也可以感受得出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对不对 完全可以理解 那朋友们听到约伯 这样强烈的语言之后 他们就尝试着 劝说约伯 劝说约伯 接受天主给他安排的一切 所以厄理法次 我们要从整体上看一下 朋友们对约伯的态度 那厄理法次开始发言的时候 那这三个朋友呢 他们的性格不太一样 这个厄理法次比较温和 他在第一轮的辩论当中 肯定约伯是一个义人 是一个齐全的人 一个正义的人 在第一轮的辩论当中 厄理法次希望约伯能够看到 痛苦 不过就是上主 训诫人的工具 现在大家一定要非常地小心 朋友们所说的这些话 他们的这些思想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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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边有一个但是 我们就要看 但是在这种时刻 约伯朋友 约伯的朋友们 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尝试着劝说约伯 合适吗 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为什么没有用呢 好 同理 现在我们 因为他们没有能够 同理约伯 为什么他们不能 同理约伯呢 这个遭遇没有发生在他们身上 他们不能感同身受约伯 现在的处境 是吧 那他们就是我们可以这样说 约伯的这样的经历 首先让这个朋友们 感到了非常震惊 约伯口中发出的这些话语 让这些朋友们 首先想到 我们所相信的 我们所熟悉的 这样的一个 井然有序的世界 是很可能会被打破的 如果他们想接受约伯的 这样的一种现况 那为朋友们来讲 此刻的这些朋友们来讲 有点太困难了 更好他们愿意把约伯 生活在混乱和黑暗中的 此时的约伯 拉回到他们认为的 有秩序的 有希望的 这样的正常世界里边 对不对 这是约伯的朋友们 试图做的 大家现在就可以带出很多 我们在生命中的 或者我们自己的 或者他人的一些经验 那我们就看具体的 厄里法赐对约伯说 在犹太的信仰传统当中 对痛苦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厄里法赐的 对约伯所说的 主要的思想就是说 痛苦能是上主 训诫人的一个工具 那是约伯上主如此待你 是因为上主想让你变得更好 就大概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思想 那厄里法赐在谈到的时候 他提到了一些非常传统的 我们在圣经当中 也时常会碰到的一些思想 比如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四章的第七节 第四章的第七节 厄里法赐说什么 请想哪有无辜者丧亡 哪有正直者消逝 那厄里法赐用这个 一个问话 这是个问号 来问出了这样的问题 他的意思是说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请想 无辜者不会丧亡 正直者也不会消逝 对不对 那无辜者会不会丧亡 正直者会不会消逝呢 会不会 又同样的问题 会不会 不会 会 会不会 会 那圣经里边就提到了 不少的正直者会 无辜者会消逝 正直者会丧亡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圣勇第十章第八节 我们只看其中一个例子 就可以了 圣勇第十章第八节 怎么说呢 本身就有这样的思想 对吧 但是假设我们把这样的语句 对厄里法赐说 你说的这是片面的 可能从一种角度来讲 无辜者不会消逝 正义者也不会灭亡 但是呢 还有正直者被消逝 正直者正义者会消亡的 这样的例子 我们在生活当中 常常会碰到这个例子 好人一生平安 这是一种理念 但是呢 好人没有好报 又是另外一种理念 到底好人要一生平安 还是要没有好报 it depends when you look at it 对不对 看我们从哪个角度去看他了 那我们不能只看到一面之词 但是呢 厄里法赐现在尝试着把约伯 从他的 刚才我们提到的 这种混乱的黑暗的生活背景当中 拉出来 但是他不知道 约伯现在需要的 就是他此刻 他是需要时间的 慢慢他需要一步一步的走出来 对不对 所以厄里法赐的这种话语 是相对的片面的 他既然是有总结性的 也是片面的一个话语 我不能说他错了 他片面的 好 那如果我们对厄里法赐说 会有无辜者消亡的例子 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那厄里法赐大概也不会因为 不会因为我们举出的几个单令的例子 而改变他对世界有规律可循的 这样的一个看法 对不对 好 那在古代中东不仅圣经 很多人都把痛苦 看成是神要训诫人的工具 即使今天也是这个样子 天主为什么让我们痛苦 让我们受苦啊 我没犯罪 人经历痛苦 人其实生活中我们去看 这一点错误都没有 大部分的时候 人是在经历痛苦以后 才慢慢变得成熟 才真的学会了什么是爱 如果人真的在痛苦当中成长的话 这个没有问题 那厄里法赐的意思其实也就是说 痛苦是天主教育人的一个方法 那他现在呢 就是 所以我们在这儿看这个朋友们 对于约伯所讲的话的时候 我们从来都不能从理智的角度说 朋友们说的这些话错了 这些话一点错误都没有 但是我们要看这些话 是在什么背景 什么场合之下说的 在这种时刻 他们厄里法赐想借着这些正向思维 积极的话语 努力的把约伯从他的痛苦当中拉出来 而且厄里法赐尝试着告诉约伯 即使你今天经历了痛苦 痛苦有一天会过去的 对吧 你的这个痛苦 这种经历 最后会有一个happy ending 就像人生一样 会有一个happy ending 对前边我们就已经听到 但是 我觉得情愿不要 当然我的孩子都失去生命 然后最后换了我的这个 好 很好 现在大家会翻来覆去的想问题了 但是 好 一定再有一个但是 但是呢 但是呢 痛苦的事件毕竟发生了 对不对 那厄里法赐试图阻止约伯对天主的抱怨 他的愤怒 那他不想再继续听约伯说出更加不合时意的 不合适的这些话语来 那他不想让约伯表达他内心深处 极其黑暗的这种状态 非常负面的这些话语 那他呢 尝试着把约伯的经历 放到一个他所了解的 井然有序的大的世界里 在这个世界里 天主的正义是掌控这个世界的 这世界哪怕有一点点的混乱 但最终还会回到井然有序的状态当中去 约伯你经历了短暂的苦难 很快你就会体会到 生活得好的那一方面 这是厄理法次 劝说约伯的目的 约伯不要再这样抱怨了 你说的这话太过分了 怎么能用这种语言描述你的状况呢 你不是曾经帮助过那么多受苦的人吗 今天你怎么不能兼顾一下你自己呢 这个痛苦我们知道 很痛苦我们可以感觉得出来 不然这三个朋友不会陪着约伯做七天几夜 他们愿意陪伴约伯 那这个过去之后呢 他们觉得约伯太过分了点了 坚强一下 忍一忍 生活会好起来的 就这样的一种态度 但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这样的劝说者像厄理法次 这样一个劝说约伯的人忘掉了 就是说他试图给约伯的经历有一个快乐的一个结尾 一个happy ending 但是我这里有一句话我就是说的很好 忘掉我从哪来的 好像在一个commentary上边还是从哪里来的 就说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个快乐的结尾 对不对 并不是所有人生都有一个快乐的结尾 是不是 A way of talking about suffering that can describe meaning only in terms of happy endings is defective 我不晓得我这话说清楚了没有 A way of talking about suffering that can describe meaning only in terms of happy endings is defective 如果我们只从这个快乐的结尾 我们认为世上所有的痛苦都将是一个快乐的结尾 那如果我们只从这个层面看痛苦的话 那这个人对痛苦的理解就永远是大打折扣的 不会你不会了解身在痛苦中人的那个痛苦到底有多深 到底有多大 defective 不够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厄理法次他所说的话语 思想没有问题 但是呢他面对约伯的时候这种时间场合 怎么了 不够 不合适 不合时意 好 那我们只能这样总结这个三场辩论当中的主要的思想 我们不可能去一点一点去分析圣经里边的这些具体段落的意思 好 那这就是第一轮辩论当中 我们第一轮辩论会详细分析后边的这个大同小异 我们把它主要的发展趋势谈过来就好了 这样可以吗 大家会辛苦一点 但是我想你们会明白的 因为这都是生活中的实实在在的大家都有过的经历 那厄理法次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劝说约伯 他肯定约伯是正义的 齐全的 你是一个完美的人 厄理法次肯定这个 但是厄理法次告诉约伯说 那你用这么强烈的语言来描述你的痛苦 约伯有点太过分了 你尽量的玩好的方式想 玩好的方便想 你尽量的想到生活很快的还会回归到正轨去的 对不对 就好了 厄理法次试图用这种方法来劝说约伯 那约伯在 这是厄理法次在四五章的话语 那约伯在后边的第六七章 约伯就做了一件事情 他为自己强烈的语言辩护 那约伯所用到的这个形象是什么呢 约伯用一个天平的形象来 表达他自己的痛苦 约伯说我所受的痛苦如此之重 那你无论在这边加多少的砝码 你也不可能让天平平衡起来 意思就是说我所受的痛苦重到不能衡量 因为我受了如此重的痛苦 那语言自然是 我想真实的表达我内在真实的情感 对不对 那语言自然是很强的 现在我的朋友厄理法次 你尝试着用砝码来衡量一下我所受的痛苦 你以为我的痛苦加上这几个砝码之后 这个天平就平了 你错了 我所受的痛苦远比你能想象的 远比你所能感受的 要深的多 要重的多 所以我的语言如此的强烈 这是约伯在回应的时候 谈到的自己的真实的感受 那约伯在谈到这样的感受的时候呢 约伯就屡次的 他不光是这个诅咒了自己的生日 而且呢 他希望自己尽快死了算了 在这样的状况当中 约伯感觉到 他的生命只有死路一条 死就最好 那约伯用一个什么形象来表达 死亡于我就像寻宝人找到宝藏一样 我多么想奔赴那个墓穴死亡之门 那我真的就找到宝藏了 我就找到安索了 这是约伯对死亡的这样的一个形容 因为约伯的现在的这种状况 真还不如死亡 所以他用了这样的形象来表达 他的朋友没有办法理解的 他们只是看到了 但是体会不到约伯的痛苦多么的深重 那他用这样的形象来表达自己的状态 那后边我们还会提到 约伯对死亡的另外的那种转变 这是开始的时候 约伯巴不得自己死了 但后来他的这个渴望 这种愿望改变了 为什么改变 后边我们会提到 好 那 在之后 约伯呢就在 我们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第六章的十四到二十一节 在十四到二十一节 约伯用一个形象来形容他的朋友们 约伯用什么形象形容他的朋友啊 鬼诈如同溪水 那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里的气候和中东的气候都是地中海气候 对不对 那地中海气候的溪水 是因为他的多石 因为他的多石少泥土 所以呢 这个溪水平常的时候都是没有水 小溪里头没有水 对不对 因为他比较干旱 而且土地不存水 所以呢 这个约伯把自己的朋友形容成 搅大 搅炸如同溪水 溪水在什么时候 这个小溪在什么时候 水是满的 什么时候啊 下大雨的时候 天下大雨 小溪的水 满了 那就是 当太阳出来了 一晒 小溪的水 又干辣 就是 约伯用这样的形象 对他的朋友说什么呢 你们在人最不需要水的时候 水是满意的 在人最需要水的时候 你就干苦了 干涸了 我最需要你们的时候 你们不能帮助我 最不需要你们 就这样 喋喋不休的 就这样讲起了 那约伯就用这样的一个形象 来形容他的朋友们 那由此我们可见 约伯此时最深的渴望 他希望他的朋友们 是什么样的 直听不要说 对 聆听 对不对 聆听 能感受同理 能尽量的去感受 约伯所感受的 这是约伯对朋友的渴望 但是他的朋友们 开始一直 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很多朋友都做不到 很多朋友都做不到 后边我们会整体回过头来看一下 这个 在面对约伯这样的人的时候 我们大概能做点什么 好 那 这就是这个 约伯在六七章里提到的 还有一点 就是约伯当他体会到 当他用天平的形象 来描述自己所受的痛苦的时候 说我所受的痛苦如此之重 没有足够的法码 可以真的能够衡量 我受的痛苦是多么的沉重 那他讲到这些的时候 他自然而然的约伯就说 朋友们站在一个对传统理解的角度 来看待约伯 约伯是站在自己的痛苦当中 来衡量自己的状况 那约伯对他朋友们说的是 那你们尽量的感受一下 我所感受的痛苦 大概就不会说你刚才说的那些话了 那只有身在其境的人 才能真正的体会到 他的痛苦到底有多深有多大 其他的人基本上 我们现在可以明白 是没有评判的权利的 对不对 好 那约伯在这里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他特别想死亡 那如果我们从整体上来看 约伯对死的一个渴望 我们就可以看出 约伯在开始的时候想死 失败了 他为什么想死啊约伯 解脱 因为生不如死 这种状况太痛苦了 那当约伯开始和朋友辩论的时候 约伯深深的感受到了 是吧 朋友过狡诈如同溪水 什么意思呢 约伯内在深处的感受是什么呢 不理解 我朋友们不理解我 是不是 你们根本就不能站在我的角度上 站一刻考虑一下我的感受 是吧 那所以约伯在开始的时候 他的对话 他开始的时候 他对话的对象 看起来是针对朋友的 慢慢的慢慢的 约伯讲话的对象 不再是朋友了 而转向了谁 自己 还有谁 天主 天主 自然而然的天主 那约伯开始的时候 他试图回应朋友们 对他的这种择斥 说你语言太过分了 约伯说 我语言过分 是因为我受苦深重 所以一定是这样过分 那约伯就想 你们这么不理解我 那当然朋友不理解他 还是次要的约伯自己身内心深处感受到的这个痛苦 他觉得除了死亡以外 再没有其他的解脱之徒了 但是呢 当他跟朋友的这种辩论越来越加深 约伯对天主 对想见到天主 想和天主辩论的这种渴望 越来越加强 越博越来越 怎么了 不想死了 为什么他不想死了 为什么他不想死了 对了 他不想死了 原因很简单 天主我得活着看到你 你得回答我 你得回应我 你为什么这么对待我 我哪对不起你了 你用这种方式对待我 约伯要活生生的看见天主 想叫天主 天主 哪怕我们没有办法势均力敌 你永远比我强大 你比我强大 约伯开始的时候是无奈的 天主永远比我强大 我怎么能够拉一个宇宙的造物者 一起上一个法庭 谁又能是我们之间的判官 谁又能给我们判断一下对错 谁又能说天主你如此带约伯 你带得太过分了 谁呀 没有人 没有人 约伯找遍宇宙 约伯寻不到一个他和天主之间的仲裁者 但是约伯想到了 哪怕没有一个仲裁者 天主你自己也要给我一个答案 我一定要看到你 我一定要听到你 一定要回应我 一定要回答我 约伯如此强烈的这种渴望 让约伯慢慢的慢慢的对着死亡 开始说死亡啊 我找到你我就找到解脱了 我就像寻宝人找到宝藏一样 后来慢慢的 我不要死 我绝对都不要死 我要活着 我不仅要活着 我要坚强的活着 我要看到天主 我要问个究竟 我要真正的追到那个后边的那个根源 这是约伯在他的三轮辩论中的一个对待死亡的态度 跟朋友讲话 对待朋友 对待天主的一个变化 那在这个三轮辩论当中 这个变化出现的非常非常的明显 这个主线是什么呢 这个主线是约伯对死亡态度的改变 和他对天主要面对面的见到天主的那种渴望 深深的渴望 越来越强的渴望 我们可以看一下约伯所用的语言是怎么变化的 大家先看一下约伯传的第九章 然后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他朋友们的这些说法 我们先看第九章第2526节 信的海快 急走而过 无福乐可想 急急使过四颅尾船 如驴 什么 如骤降则食的阴 对吧 然后呢我们在后边的2728 一直到后边35节 那我们都可以看到 约伯对自己的这种当下的痛苦状况的描述 大家看啊 大家看啊 大家看后边啊 我若是有罪 这是在29节啊 还是九章 又何苦白分心血 我即使用血洗我身 用捡水洗我手 你却把我浸在泥坑中 甚至我的衣服都贡物我 那约伯所说的你是谁啊 那个神 那个神 那个天主 那个上主 他因为他不像我是个人 使我能答复他 这个神他不是一个人 他真的能够答复我 他不能 或者呢 他是一个人 我可以拉他去找一个仲裁 33节 在我们中间没有仲裁 可按守在我们两造之间 我和上主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 那没有人能成为我们中间的那个裁判者 对不对 但愿他的棍杖远离我 他的威严不要恐吓我 我好能讲话而不害怕 但是如今我并非如此 这是在第九章约伯 这是像天主说的 约伯表达的那个心声 那这个心声是什么意思呢 别想和天主有一个公平对话的机会 但是呢 又找不到 因为天主和人的 约伯自感自己和天主的力量 太悬殊了 而且呢 想拉天主上个法庭 这种想法也太有点让人震惊了 那天主你对 还是我对 咱们俩真的较较较 咱们俩把这事摊开了 说一说 好不好 约伯又说了 我怎么能够跟天主如此做呢 那他内在的这种渴望 是真的想见到天主 那同时他又有深深的恐惧 我真的希望有谁 能拿走我们之间的区别 让我们能够同等的对话 让我们能够同等的交谈 约伯同时又想 谁又能如此做呢 那位是天地的创造者 我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凡人 所以约伯在开始的时候 既有深深的渴望又意识到 他和天主之间强烈的这种悬殊 所以他有着深深的这种矛盾 他越有这种矛盾 他对自己的这个近况的描述 就越加的越发的这个语言犀利 他想见天主的渴望就越发的强烈 一直到后边 在后边我们可以看到 我控诉天主 想见天主 想见天主 见不到就说还是让我死了吧 我死了我就可以休息 反过头来又想我不能死 我死了以后 我怎么能去见天主呢 我还要见天主 我还要见天主 但是我见了天主又有什么用 他比我那么的强大 那我到底要怎么办 那约伯在和朋友对话 交谈的时候 时不时的把他内在的这种渴望 转向天主那里 表达他愿意见到天主 愿意和天主对谈的这种愿望 一直到十九章 大家剩下的我们不看了 你们可以看到 十三章十四章 都有非常好的章节 那今天我们就不那个具体的看了 如果大家打开十九章 十九章的最后一段话 那我们谈到约伯和朋友的辩论 约伯想见天主的渴望 这一段非常的重要 那现在我们大家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请大家一起读一下 这一段话 好吗 好 那个从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 大家慢慢的慢慢的 品味着读一下这几节 他有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期望 那这个期望是什么呢 我们就看一下二十五二十九节 大家不用着急 慢慢的一起读一下 好 五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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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愿 一愿 在这里大家看到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那约伯的伟大期望是什么 看见天主 看见天主怎么着 站在我这一边 那是天主站在他的一边 天主不是他的对立者吗 约伯这里什么意思 而且约伯说了 唯愿我的话都记录下来 都刻在铜板上 用铁 铁吗 我们就假设铁吧 铁刻在铅板上 永远铁在磐石上 这是约伯说的 约伯的朋友们一直 择吃约伯 讲话太严厉了 太过分了 约伯说好吧 把我的话都记下来 刻在磐石上 让它永远都不会消失 而我确实知道 为我伸冤者还活着 我们看中文知道 它是一个为我伸冤者 看一下英文是什么 你们我的是parallel reading 我看一下25节 as for me I know that my vindicator lives and that he will at last stand forth upon the dust am I right 那这里也不太明显 为我伸冤者 在西伯来文当中 拯救者 伸冤者 或者说一个救赎者 它有一个单词 就是是一个什么词 go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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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el是西伯来文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美色武书里面提到的 当一个人现在困境的时候 他的至亲和他最亲近的人 有责任把他从困境当中拯救出来 goel就是那个至亲 以色列人看天主 就常常把天主形容成 每次你看到 愿我的拯救者 常常就是这个goel redeemer 然后呢 真的能够把他们从困境当中拯救出来 因为天主是以色列人认识到的 和他们关系最亲最近的那个神 现在约伯用这样的一个语言来描述 和他敌对的那个天主 那个神 那意思就是说 我虽然知道天主你站在我那边 你和我对立 但是呢 我又知道 当有一天 真的我们俩同上这个法庭的时候 我的那个拯救者 他没有说他的拯救者是谁 但这个拯救者除了天主以外 不可能是另外的其他任何的其他的神 那约伯又说 我知道我的拯救者肯定会出现 而且呢他会站在我这一边 天主会站在约伯这一边和天主 和之前朋友们向约伯宣扬的 这个强调的那个天主 干嘛 对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伯的这样的一个思想 其实是非常 矛盾的 对不对 他想见到天主 那就说他开始觉得他不能见到天主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两难的这样的一种近况 约伯最后还是觉得这种状况是两难的 但是呢 他在内心深处增加了越来越强的对天主的这种确信 而且后边约伯还说 我的皮肤虽由我身上脱落 但是我仍要看见天主 我要亲眼看见他 而不是外人 我要亲眼看见他 站在我这一边 约伯说了 我的肉体 我的皮肤 我的一切都可以消逝 但是我不会消逝 我会真的见到天主 见天主站在我这一旁 约伯对死亡的最初的这种渴望寻找 死亡就是他的解脱 最后全部都转化成了约伯要看见天主的这种渴望 所以他在寻死的这种过程里边 越来越深的 越来越深的渴望着寻到天主 他对自己的这种经历的苦难的这种 尝试着用他内心最真实的语言 表达的这个痛苦 让他最终倒向的是约伯对天主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的这样的一个渴望 约伯说我整个的肉体都可以消逝不见 但是我还是要看见天主 我真的要看见他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之前上午谁在这分享的时候 其实约伯的所有的抱怨里边 体现了约伯深深的对天主的 他的朋友们无论怎么谴责约伯 体现了约伯深深的对天主的那种信赖 这个信赖不因约伯强烈的语言而有所摇动 那这就是约伯在他和朋友辩论的时候 我们从第三章看他 后来第六章回应恶理法次 再后来和其他的三个朋友辩论 约伯在整个的辩论中间的一个变化 一个发展 到点了是吧 最后一句话 约伯本来是要回应朋友的 但是最后约伯这种回应的焦点 一点一点的最后的导向了天主 约伯不要和朋友谈了 他就是要看见天主 所以就说 在整个的这样的三轮辩论 到后来天主出现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约伯传核心的这个部分 就是约伯内在里边对天主的寻求 在我这样的痛苦当中 天主我怎么能够找到你 我怎么能够看见你 我怎么能够跟你对谈 是这样的一种渴望 好 那下边我们就是后边的一部分了 好 一會兒